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近期最愛的 對不起腦子有點盪盡 因為我昨天無點才睡 我們趕快開始吧 免得我又說錯話了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夭制的蛋黃派粉撲 這塊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舒芙蕾粉撲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比如說像Salon啊 毛吉吉啊那種舒芙蕾的粉撲 它是乾用的 然後它用起來的妝效呢 會更加的接近氣墊粉撲的那種 高遮瑕度 而且也不太會吃粉 毛吉吉那些用起來 雖然也是舒服 可是我就會覺得 它的妝感比較不是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是那種 輕透感的 薄透感的妝效 所以我需要這個粉撲 是有一些吃粉能力的 雖然做的是扁形的 但是它使用出來的妝感呢 方法呢 更加接近的是 美妝蛋的那種效果 會非常的輕透 吃粉的能力呢 又比美妝蛋更低一點 它要上什麼任何的底妝都可以 然後妝前的話 有兩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Sophina它新推出的 這個潤色的妝前 找代購的 日本的一個妝前 叫做MMM 這樣兩個顏色 我一邊用一半 有潤色能力 這個呢 它是比較偏橘色調 可是它推開之後呢 它的提亮的效果比較明顯 除此之外 它其他的都跟原本的那個版本 一模一樣 就持妝度很好啊 然後又可以 修飾臉部的 紋理啊 瑕疵啊 它有這個提亮能力有沒有 它就比較明顯 但是呢 它又不會死白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一款的 像這樣 上完之後這邊是很乾爽的 如果我今天戴妝時間要比較久的話呢 我就會用它 但前提就是我戴妝很久我才會上 如果戴妝沒有很久我就不會上這個了 然後另外一邊呢 我要用的是這個 MMM 像這樣 它擠出來是像這樣子粉藍色的 對於我來說 提亮的效果會更加自然 因為我用過粉紫色 就是粉紫色這個 就是跟我不合 我之前為什麼會講說 我是比較偏向橄欖皮 就是因為我用粉紫色在臉上的時候 我常常會覺得臉 有灰灰的感覺 就是不自然 可是如果是用藍色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種透明感 空氣感 但因為這款呢 它的提亮效果有點太誇張 所以你會覺得 嗯? 這不就是泛白嗎? 你跟我說什麼提亮? 這款它確實是有一點點偏向泛白 可是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偏向泛白的效果呢 它是可以讓我去調節我比較深色的粉底 就是我有一些粉底 等一下要用的那個粉底它太深了 顏色太深了 然後我用完這個之後 再去用那個粉底 顏色會變得剛剛好 你就是看本人的話呢 會發現它是一個偏藍色的濾鏡在臉上 它並不是我們傳統看到的那種 泛白死白帶灰的感覺 它不是 但如果你本身呢 是那種偏紅色的膚色 或是偏橘色膚色 偏暖色的膚色 你就去選擇偏紫色調去 提亮 它是可以修飾 我們的臉部的小瑕疵啊 然後讓那個毛孔啊 細紋啊 變得比較不明顯 而且它有控油的能力 然後也可以讓底妝變得更持久 然後更巴臉 所以呢 這兩款都是我覺得 對於持妝效果會大大提升的一個妝潛 然後同時又可以提亮膚色 兩邊都是蠻自然的提亮 就是M&M這邊更藍光了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用量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這個是 天啊我突然失憶 MACO的氣墊粉餅 MACO的底妝呢 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 之前我有買過水潤款的粉底液 還有柔霧款的粉底液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就是柔霧款的氣墊粉餅 跟它的柔霧款的粉底液出來的妝感 以及它的持妝度 還有遮瑕度 修飾能力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這款粉底液的 你看吧 凌晨五點睡 是不是整個腦子轉不過來 轉不過來 我蠻喜歡這款氣墊的 那只是我覺得 MACO他們家的底妝呢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點是 他們家的色號都很少 然後通常第一個最淺的顏色都會偏紅 但我就偏黃又偏綠 我擦紅色在臉上真的很不對 所以我就是買了這個02號象牙白 但02號你知道它象牙白根本不白 第一次一按上去我就發現 我怎麼會這麼黃 而且很深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單用 我都一定要用那種提亮膚色的妝前 才可以去調節它的這個整體的顏色 我覺得它修飾毛孔細紋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會讓臉看起來比較無瑕 但是又帶了有一點點的塑膠感 平面反光感有沒有 我覺得很漂亮 遮瑕度我覺得也蠻高的 就是它可以到高度遮瑕 所以你看像這邊比較深紅色的一些豆瓣 這樣按一按就幾乎按掉了 遮住九層 拼眼圈的話我覺得也是修飾力還不錯 粉質相當的細膩的 就是不會讓臉有那種面具的感覺 然後持妝度的話我覺得它就是 比較適合混合油肌 但是如果你是說大爆油的人物的話 你可能妝前還是需要 持妝妝前或是妝後你要用一個蜜粉 好你先看一下這邊上完之後 整個妝感有沒有很漂亮 要是這個粉撲啊 它真的是上起來就會相當的薄透 因為畢竟它裡面有一些些的水分 然後再加上它會吸一些粉體 所以它上上來之後 你看它的這個光澤感會更加的明顯 薄透的感覺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它這個的話呢 因為它的厚度我覺得蠻剛好的 是有一種回彈性 但是又有一點點支撐力 所以在上妝的時候呢 它還是可以把妝呢 按到非常貼 細紋啊 或者是你有哪裡毛孔比較大的地方啊 你就是多按幾下 點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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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用拖拉的方式 比如說毛孔的地方 就鼻子毛孔你想要這樣子拖拉 也是可以的 局部疊加增加遮瑕度 都還是OK的 本身的毛細孔是很細膩的 跟美妝蛋不一樣 因為美妝蛋有一些 它的那個毛細孔比較大 所以它上妝的時候呢 會把裡面的水就是整個衝出來 然後就會用到臉上 有時候可能還會有一些些印子 微容感 然後毛細孔很細很細 但是又有帶有點濕度 所以它上臉的時候真的非常的服貼 有沒有看到這妝感兩邊就不太一樣 這邊的話呢是用氣墊粉撲上的 它就會比較柔霧 遮瑕度會比較高 然後這邊的話是用這個 標誌的粉撲 它一上妝就是比較輕透 而且你看 它的光澤感會更加的明顯 所以就可以混搭使用啦 就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全臉比較輕透的話 就是用腰制全臉拍一遍 然後呢想要局部遮瑕的話呢 就再用這個氣墊粉撲局部的疊加 遮瑕的部分的話呢 我最近回頭喜歡的一個東西 是這個搭配它的遮瑕 我發現搭配的遮瑕就是不能用指附 也不能用刷子 就是只能用毛細孔很小的粉撲去上 舒芙蕾粉撲還是氣墊粉撲 還是說你想要用腰制這種 微微的濕潤感的粉撲都可以 反正就是要毛細孔很小 鮭魚橘的這個顏色 去點壓在黑眼圈的地方 所以它的延展性還有遮瑕度很好啦 所以呢就是不需要上太多 這樣子 就遮好了 就遮好了 又有光澤感 然後遮瑕度又高 然後又很容易拍平 又不會黏得一塊塊的 你看這樣 我一般來說呢 我就是對咖啡因 本來就是相當敏感的一個人 然後其實我大學的時候都會一直喝 什麼無糖茶 只是那個時候也不會失眠 可是現在就是 越來越不能喝咖啡因了 然後現在就真的是 中午12點之後我就再也不能喝 我一喝我就會睡不著 就像昨天這樣子誇張 淺膚色去做局部的遮瑕 因為它都蓋起來之後都會這樣擠出來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粉撲直接去擦這個擠出來的地方 就很夠用了 然後我昨天就是買了一杯那個泰式奶茶 本來應該早上喝但是忘記了 結果我就是超過了12點 我知道本來就應該會失眠 可是我沒有想到竟然會失眠到5點 5點 我就是已經累了 身體已累 心也累 可是就是睡不著 所以咖啡因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提升產品 我也蠻困擾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吃抹茶 我必須要在中午12點以前才可以吃抹茶 綠茶凍紅茶凍這種東西 可口可樂可樂類的 就是喝了之後都會失眠 所以我現在都完全不喝這些東西 也不吃這些東西 補一個妝感 有沒有看到 它就帶有一點點光澤感 它是可以跟底妝融合得非常好 但前提就是一定要用粉撲上才會漂亮 這是小凱老師她的蜜粉餅 小凱老師的蜜粉餅 對於這個修飾毛孔和細紋的能力真的很好 然後同時呢 不管你上幾層都不會讓臉乾乾的 像我之前用一些其他的有光澤感的一些米粉 它粉質細歸細 可是因為有的時候戴口罩嘛 這邊一定會有一些壓痕 所以我必須在這個位置上 上非常非常多的蜜粉 但是上非常多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這邊變得很乾燥 很困擾 所以我後來就是回頭再用小凱老師這顆蜜粉上的時候 就發現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它的控油能力的話 比較偏向是中偏高一點點 並不是那種極度控油型的 好這支刷子我也是萬年愛用 這個是03E的566 這一支刷子 艾諾奇的點彩刷 那因為我之前用過非常多點彩刷 然後那些點彩刷都毛太硬 就會把那個底妝扎到整個一顆凍一顆凍的那種斑駁的感覺 所以我過去不太喜歡用點彩刷是這個原因 後來我終於用到的好用就是這一支艾諾奇的 鬆軟度是夠的然後取粉能力也夠的 然後因為它夠軟 所以它放到臉上這樣子刷或是點的時候 是不會把底妝搓壞掉的 刷子的鬆散度我覺得也很剛好 就剛好是一個腮紅的大小 可以這樣點點點然後再把它揉開 眉毛的話我最近喜歡用這一支Maybelline新出的眉筆 然後這一支眉筆的話它一邊是比較細的三角鼻頭 然後另外一邊呢是染眉膏 染眉膏是做小小的刷頭所以我覺得蠻方便用的 我很喜歡它的是顏色的部分 因為它的顏色啊是那種亞麻掉 然後淺色的又夠淺就不會太深 跟我的髮色很搭配 然後它的那個頭又夠細 所以也可以畫出一些毛流的感覺 像這樣 欸畫好了 兩邊差蠻多了吧 我畫眉毛現在只喜歡畫中間這一條 毛流是這樣 往下 上面往下 下面往上 所以中間通常會最 最濃 我會再補一下下面 補幾根 像下面的型是比較明確的 然後上面就隨意 三挺無眼比較不均衡的人啊 最好可以去淡化像是眉毛的濃淡 就讓它比較淡一點點 就會讓我們那個三挺無眼的界線 變得比較不明確 畫還是要稍微刷一下啦 可是我就不會用它的頭刷了 因為它另外一邊是染眉膏 我就不需要 但我覺得它那支筆很好用 好大概是這樣 最近也喜歡畫稍微細一點的眉毛 一樣就是為了調整五官比例用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LAKA這一支 這一支啊 是我在遇到現在這個眉膠之前 最愛用的一個眉膠 因為它是很難得的透明眉膠 然後定型能力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的眉頭的毛流其實是向下長的 所以我要把它梳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如果定型力不夠的話 根本梳不起來 LAKA這個是梳得起來的 可是現在我遇到另外一個定型能力更強的 就是NITA 跟我長得很像 像姊妹親戚的那個NITA 化妝師 她自己出了這個眉膠 定型能力更強 她那時候推薦我真的一用我嚇壞 因為我的眉毛真的太難定了 我就用給大家看 它就是像這樣子 很像那個用睫毛膠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只會定前方 像這樣我就直接把它梳起來 然後呢 它裡面會附這種拋棄式的眉刷 我們就稍微等個幾秒鐘 像現在已經等了十幾秒 之後呢 半乾的時候再往上刷 邊轉 然後邊往上刷 你看它就 一次就梳起來了 超級厲害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毛流是往下長的 所以真的這個我的 而且我的眉毛很粗硬 它可以這樣一次就刷起來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這個啊 定型能力很強 所以呢 在刷的時候呢 最好就是一步到位 不要反覆的去轉它 就是一步就做好這樣 然後我自己操作是覺得還蠻簡單的 因為你就這樣子 往上刷一次 邊轉邊刷 然後就完成了 啊不要一直錄一直錄 因為一直錄的話會起血 有沒有很讚 推薦給眉毛極度粗硬的人去使用看看 你會愛上 真的 OFRA的這一盤 十二個顏色 它是粉質非常好的眼影 雖然顏色很重 但是它還是可以暈染出柔滑的線條 你看它很絲滑 你看你看 所以呢我剛下筆的時候 顏色是最重的嘛 那這邊飽和度會最高 然後越暈越暈 越到下面它就會變成比較透明的效果 它還是可以畫出一個淡妝 03E的569 它是扁型小小的蛇心刷 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的眼皮比較窄 然後我的眉眼間距也比較低 所以呢我通常都是用這種比較小把的刷子去畫 你看這樣子剛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濃 但其實我跟你說還好 因為把它暈開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很淡很淡很像絲襪套頭的那種效果 很薄透的一個 漸層 然後你看因為它很窄有沒有 這個刷子 放上去剛好就是我的雙眼皮折的小小的寬度這樣子 然後再慢慢的暈染這樣往上暈 因為我覺得這個刷子啊 它這樣子平鋪的時候可以直接大面積的上 然後可以慢慢暈 然後暈出一個自然的線條 有沒有現在有了吧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畫那種貓眼 就是我喜歡把眼影這樣往後暈 這樣子往後拉 你現在有沒有看到這邊就有一個陰影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刷子超級好用的 就是既可以暈染 然後也可以鋪色 然後同時你可以去細修你的眼影的區塊 就是看你想要畫到什麼樣子的區域以及形狀 它都可以幫你做一個細度的修飾 加一點點在下輪廓 有沒有一個小煙燻完成 然後再來呢 其實我還喜歡另外一盤眼影是這個 這是那個韓國的品牌 都是一些比較偏中性色調的裸色 而且它顏色也算滿絲滑的 我覺得都可以這樣子暈染過來 已經很不錯了 珠光的淡橘色 我覺得也很漂亮 你看它就是淡淡的 然後帶有一些些珠光的光刻感 然後再來它的這個 因為顏色跳度還滿大的 有一些淺色底色 然後深色這麼深 所以要畫眼線色也OK 那我最喜歡的其實是它的這個亮片色 這顆 這顆亮片色真的很漂亮 沒有任何底色的亮片色 然後裡面含有銀色香檳精的一個亮片 很漂亮 我最近在看交換情侶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女生啊 她就是畫了一些裸橘色 或者是腮紅色的那種眼影 就畫一個顏色在上面 然後再去畫這種沒有任何底色的亮片 在眼皮上 我就覺得這兩個顏色疊加在一起 就超級漂亮的 這個 把它帶一下後面 然後讓它有點小小的間層 淺色的地方 稍微用淺橘色帶一下 把旁邊暈開 線條暈柔和一點點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亮片色我就直接用手沾了 這個亮片色它其實是粉狀的 所以你要用手沾或是用眼影刷沾都可以 那我自己就是比較喜歡用手 有沒有看到 很美欸 我的亮片我會往前帶 像這樣 我會稍微帶到眼眶 因為我的眼窩比較好 像這樣子有點太多 我還把它擦淡一點 所以我又加了一下眼線 然後我眼線呢 是用這一顆深的咖啡色去畫 就是做畫一個眼尾的小眼線 然後填補眼毛根部以及下眼影 我還是有用這個深咖啡色去補一些顏色這樣子 所以現在完妝是這樣 有幾次啊 你們不是看到我眼頭還有眼尾這邊 有藍藍的顏色嗎 就是這一顆 所以有時候可以畫什麼紫色的眼線 或者說綠色眼線 我覺得這盤也是蠻實用的 腮紅這一顆橘朵 那有看我腮紅修容的那支影片就會知道 我最近就是很喜歡用腮紅去做修容 然後修飾的方式就是你們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然後你現在看我用這個點彩刷有沒有 隨便刷 暈染的效果都非常的自然 這樣淡淡的 有沒有 有夠自然 又不會有任何的色塊 又可以精準的下手 然後呢也不會把底妝刮花 MB的打亮羅色調 它呢非常的美 你們不是有看到我有幾支影片 臉上面都有一個漂亮的光澤感嗎 就是這顆打出來的 它的粉質細膩就算了 我跟你說它是可以畫出那種水波光感的 就很像用了一個水感的粉底液 銀白色的光澤 然後呢又透出了一個膚色的底色 那假如呢你買的是那個偏粉色調的打亮 它透出來的底色當然就是偏粉色 來你看我現在這邊是霧面的嘛 沾取一點點 然後擦在臉的外圍 有沒有這個光澤 是不是 上太多還是會顯紋理的喔 我跟大家講 但是薄薄上它就會有一個水透光感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兩邊 不一樣 是不是這邊很像水感粉底液畫出來的妝效 有沒有 這就是我最近看起來 碰皮碰皮的一個秘密 這支是很好用耶 那它真的是 可以下手耶 真的可以去買耶 然後它也是可以打到外太空去的 因為畢竟它這個顏色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我就疊給大家看在鼻頭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 我的鼻頭現在很亮 所以它也是可以畫出那種 鏡面光感 有沒有看到 哇這個是鏡面光沒錯吧 超級平滑 是很均勻平面的一個反光 可以薄薄的像水透光 也可以厚厚的像鏡面光 迷你火苗刷 它有兩支鼻火苗刷喔 一支是比這個大一點點的 這一支呢 是最小的火苗刷 我很推薦大家買這一支 拿來去細修你臉上的一些光點 像我就是拿它來 上這種 眼偷大亮 因為你看這個 這個位置它就是這麼小啊 只能拿這麼小把刷子去上比較好 而且因為它這一支刷子呢 是用合成刷毛 而且是用比較偏硬的合成刷毛 所以它上的位置可以更加的精準 像這種 不需要特別暈開的位置 反光點啊 它是不需要特別暈開的 就可以用這種比較硬的刷子去畫 然後這個系列我比較推薦大家買 細部的刷子 就是小刷子 但如果你想要買他們家的這個 大的臉部刷 我就不推薦了 因為它大的臉部刷 跟這個小的細部刷用的毛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畫出來的妝感會很 就是很容易破壞妝感 因為它的毛太硬了 所以就很容易刮傷粉底 不是那種哇 掃過去然後簡簡單單就可以暈好 不是 是要花時間去暈染的 所以我覺得 硬的刷子真的很不適合 拿來做臉部刷 比較適合做細部刷 我這邊打亮 你看我現在做這種 這麼細部的打亮 真的只能用這種小把刷子可以做 有沒有 有沒有 很自然 唇彩的部分呢 我快速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兩支都是我以前分享過的 只是我現在把它合在一起用 就是Chanel的這一支潤唇膏 然後它是914偏橘棕色調 然後這一支呢是POLA唇釉 我最近常畫的裸唇的妝效呢 其實就是用這兩支疊加在一起 我先用這個Chanel打底 打完底的話你可以看到一個裸棕色 然後再來呢我用這個 因為它比較接近肉桂色啦 然後這樣疊上去 它就是一個裸色調 就這樣裸色調 結束 我的妝結束了 妝結束之後呢 我還是有一個東西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我剛才沒分享到 這個呢是1028它的定妝噴霧 然後我還蠻喜歡這一支的 是因為它的沉默能力非常強 它大概加了很多吧 比例很高吧 所以它的沉默力呢 是很明顯的感受到的 全臉噴了 然後噴的比較偏濕濕濕的狀態之後呢 等它風乾 會發現 欸?臉好像有一點小小的崩感 就是沉默能力就是強成這樣 會讓我的臉的底妝比較不會沾染 然後同時呢它可以更扒皮 所以呢我用它做這個三明治定妝法的時候呢 真的是可以讓全臉真的一整天不脫妝這樣子 然後它也可以讓臉的這個底妝呢 有一些光澤感 就是沉默之後它可以由霧面的底妝 變成有一點點霧光的底妝 所以它會影響底妝 讓底妝變成有一些光澤感的效果 覺得它稍微有一點點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噴頭 噴霧還算是就是普通 沒有到非常的細膩 然後比較讓人困擾的地方 是它的噴的太強了 所以它有點小小的像水龍頭的感覺 就如果你拿很近的話 你會感覺到花灑在噴這樣 哇!就被花灑噴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其他的話我個人是覺得內容物非常好用 建議全臉就是噴個一二三四四下就好了 千萬不要過多 因為太多的話真的會乾掉會有緊繃的感覺 而且會越來越緊喔 我知道這支影片很長 但是我還是有三樣東西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近期用到非常好用的一個保養品 想跟大家分享用很精選的 就是死都要接受的那種 第一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Leal Donary的這個果酸面膜 把這個果酸面膜拿來加到身體乳液裡面 自調一個果酸的身體乳 我覺得這個方法超級好用 這個面膜它有一點點太刺激太強效 所以我直接敷的話我甚至連身體都會痛 就會有一點刺痛 然後但是我把它加入那個身體乳之後呢 把它融合在一起擦在身上 真的是兩三天我的皮膚就變得很細滑欸 就是因為我主要是想要改善手肘 膝蓋和屁股下緣那種暗沉 然後很粗糙很難搞的一些部位 我覺得它做到了 我自己是按兩下半管的果酸調合在一起 這樣就剛剛好 直接擦在身上 然後不需要去清洗掉 超級花筍 分享給大家這個用法 那如果你擦了之後發現 癢癢還是有點小刺激的話 你再減少那個果酸的用量就好了 因為每個人的腳質層多厚 其實我也不好說 你就是根據你自己的狀況去調整 慕恩 這個是那個劉彥老師她的自創品牌 然後她這個品牌裡面 全部都是開發給孕婦可以用的 身體保養還有臉部保養 這一片面膜非常好用 我自己有很喜歡一個面膜 是這個嘛 這個品牌 就是它的金斬花還有積雪草 我都超級喜歡的 把它放到年度最愛的那種 因為就是保濕性很高 然後舒緩 以及鎮定的能力很好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第二個 可以跟它們有同樣效果的一個面膜 我現在終於找到就是這個 慕恩這個 它用起來就是跟金斬花積雪草那個面膜 用起來一模一樣 保濕性夠 然後同時可以舒緩皮膚 還可以鎮定皮膚 它跟它是有的比的 這一片我是專門留下來 分享給你們的 不然我早就敷掉了真的是 美尚軒的護髮精油 然後它美尚軒護髮精油有五款嘛 那我覺得這一款算是我後來用了之後 越用越覺得 天啊它的用法也太棒了吧 然後非常適合平常喜歡做造型的人 就是因為這一款它是專門就是拿來做抗熱護髮 不管用離子夾或是用上卷子 就是你想要做卷髮做直髮都可以用了一個 抗熱的護髮精油 擦了它之後再上你的卷子去做一些熱造型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的頭髮可以維持在那個漂亮的澎度和卷度 或是直髮都可以 反正它會讓你維持那個漂亮的造型感 完全不會因為擦了護髮精油之後 讓你的頭髮不好做造型 不會反而更好做造型 離子夾的話呢夾一次它很漂亮 夾兩次夾三次 那個頭髮會同一個地方會越來越毛躁 越來越毛躁 而且它那個卷會越來越不自然 越來越臭 但上了這個夾同一個部位重複夾好幾次 那個頭髮它就會一直都會夾出很像第一次的那種很漂亮的造型 而且它完全不會毛躁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油油黏黏厚厚的感覺 都不會 短髮然後頭髮很乾 所以我是按兩下 但如果你頭髮是沒有像我這麼的受損的話 其實按一下就可以的從髮尾開始抹 多餘的再抹到頭頂 然後再去夾 你會發現真的有差 沙龍品牌的護髮精油 然後當作抗熱用 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擦了之後呢去重複夾 我就發現欸 重複夾之後還是會變得稍微有點毛躁 也沒有辦法就是一次就夾出很漂亮的一個形狀 要重複夾才可以把那個卷度拉大 但是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真的就是 造型用 所以就請大家真的是用用看 好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點個like 如果你有使用過我剛才分享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自己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呢 也歡迎在留言處跟大家講 新朋友可以訂閱 然後留言我都會看 所以你有任何的想法觀點 想要分享的話呢 你都可以在留言處說 然後也可以 就是有問題 也可以在留言處問 然後想要去看夏天 就是我們家貓咪的話 你就可以去我的IG 大概就這樣 掰掰 天啊 掰掰 影片真的太長了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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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